2018年,转瞬极深了吗? 2019年,都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呢? 其实2019年有很多新剧库存, 而且大部分都是翻拍剧下面给大家推荐五部比较受期待的电视剧。 像赵丽颖和冯绍峰主演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就不用在这里推荐了。 一般大家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剧静一》和于朦胧主演的神话剧。 该剧由经典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改编, 然而剧情比原著更为紧凑。 原版有50多集新版只有36集, 而且该剧签约了国内一线金牌编剧。 居静一的盛世美颜,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网上有传闻称, 该剧将在19年1月份播出。 但是官方还没有官宣,所以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七月与安生》《七月与安生》电视剧版是由沈宇和陈都陵主演的。 电影版是由周东宇跟马思纯主演。 两位主演因为这部电影获得了金马最佳女主角, 而电视版将电影拓展为48集的剧情。 因为电影版特别的火所以电视剧版, 大家也非常期待, 很想知道, 换成沈月跟陈都陵。 这部剧能够翻拍成什么模样? 艳势番之新青年该剧将于1月30日播出。 在北京卫视接荡周东宇罗进主演的《幕后之王》全集一共60集, 是易阳千玺跟黄子涛主演的年代剧。 女主角是胡宁青因为是易阳千玺主演的电视剧, 所以该剧的人气一直都很高。 想要知道, 易阳千玺的表现, 如何看看便知道。 《鬼吹灯之怒情相惜》潘月明和新之磊主演的《鬼吹灯》系列。 这部网剧将的腾讯视频播出潘月明, 自从白夜追凶, 以后一直都在拍戏。 库存满满这部剧因为题材备受期待。 看片花也颇为精彩。 潘月明在剧中饰演男一号陈玉楼新之磊饰演了一号红姑娘。 两人在剧中有大量的动作戏和打戏拍摄过程, 很不容易不过看片花。 这部剧特效是满分的黄金童张艺兴主演的黄金童之前有人说定当的一月。 不过, 官方暂时没有宣布。